十块筛争议持续的延烧 国民党立委爆料说 帮大兴拿到EUA的幕后藏进人 是邵博士经营的顾问公司 这家公司宣称 跟食药署维持良好的关系 立委还出示了卫福部长陈时中 去年参加台湾牙科器材同业交流会的照片 怀疑说经营牙医器材生意的邵博士 人也在现场 对此呢 指挥中心在今天驳斥 表示陈时中跟陪同的相关人员 都不知道邵博士是谁 而邵博士本人在今天也出面否认 大兴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致富乐 黑心快筛又有新市政 国民党立委爆料食药署不但知情 也怀疑卫福部长陈时中有摄入 关键就在这张照片 去年二月台湾牙科器材同业交流会上 出现陈时中身影 而帮助大兴取得食药署EUA的顾问公司邵博士 被怀疑也出现在同场参序中 邵博士专门做牙科器材生意 遭报与食药署卫福部关系匪浅 部长以及一起陪同的长官 还有就是这个学会相关的干部 都没有人认识 都没有人知道谁是邵博士 并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一个公司 来影响他们就是实质审查 这些EUA 邵博士本人也否认跟陈时中出席 同场参会 但点开官网就大啦啦卸着 跟食药署维持良好关系 来委执一邵博士在短短两周内 就帮大兴拿到EUA 痛批食药署放水 怎么可能放水呢 切割与大兴关系 食药署也撇得很干净 但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版出公文爆料 食药署早就知情 一直到6月15号东窗事发 才废止大兴EUA 提醒跟检局的部分 他并没有附 比较完整的佐证资料 所以是食药署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查证 附了黑心快筛争议 真相还是扑朔迷离 记得有什么好整轮才被报道